接着我们来介绍导电聚乙缺 这种具有导电性的高分子材料 就是分子量很大的有机物 是在偶然的情况之下发现的 而这个发现也开启了科学的另一扇窗 未来人类的生活都可以应用它 比如说我们可以制造导电塑胶 还有目前的二极体电晶体等等都有利用到 而且我们也发明了塑胶电池 塑胶电池的特性是 它体积小而且非常轻 跟传统电池比较 还有它除电量比较大 可以反复的充电 工作的寿命也比较长 所以比起传统的谦虚电池优点很多 好A点我们来看制造 是在1958年的时候 科学家纳他利用这个催化剂 将乙缺聚合成聚乙缺 催化剂在这里 这个不需要记 中文叫三乙基铝 下面这个催化剂叫四丁氧基钛 好再来第一点我们看日本的科学家白川因素 在1970年的时候 这个教授请了他一位韩国的学生 用乙缺来制造巨乙缺 以他们之前实验的结果 这个巨乙缺应该是黑色的粉末 但是他学生所制造出来的巨乙缺 是一个荧光闪闪的薄膜 而且具有些微的导电性 结果教授去探究原因发现到 这个学生催化剂加太多了 比平常多了1000倍 好再来 他们在制造巨乙缺的时候 用在不同的农记之下 甲本跟正16丸 可以得到顺势跟反势的巨乙缺 这是因为 这个结构里面有双剑 双剑不可以扭转 所以才会有顺势跟反势 而且顺势是同色 反势是银色 这个都不需要记 我们只要知道巨乙缺导电性不好 后来美国科学家米德跟希格 邀请了白川因素 到美国共同研究 他们希望透过方法来提高 巨乙缺的导电性 所以他们发现了 把它掺杂了点之后 导电度会增加10的9次半倍 这已经接近了瘾的导电性 它的原理是这样子 巨乙缺是一个单双剑交替的共二结构 所以上面有很多拍电子 我们把点掺杂之后 会使巨缺产生氧化 氧化就是失去电子 所以失去的拍键上的电子 这里就形成一个正电荷 以这个黑点表示 然后这里有拍键有拍电子 这里失去一个电子 所以它跑进来 所以这个正电荷就跑这边来了 所以以此类堆 其他拍电子就会沿着这个分子链移动 而形成导电的现象 原理就跟P型半导体电动的概念一样 后来这三位科学家 因为发现跟发展的有机高分子可以导电 所以在2000年得到诺贝尔化学奖 好,再一点 这种掺杂点的巨缺具有导电的性质 所以改变人们对塑胶是诀人体的概念 所以科学家将高分子的科学 引入了导电塑胶的时代 而这种具有导电性的塑胶 它可以制造出具有发光性 半导体性等物理线这样的塑胶 所以发现了导电塑胶 是20世纪物理跟化学的一项成就 所以这个发现也告诉了我们科学教育的意义 一个平反的塑胶 经过一个意外创新的物理实验改造 而变成了导电塑胶 然后又发现了把塑胶加入了锈 或者点、钠等等 使它导电度大大的增加 而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方面 所以我们也知道 实验室里面的点点滴滴的研究 都是我们未来科技的种子 再来我们提一下 这个导电塑胶的潜在应用 它可以做未来机器人的人工肌肉 科学家的构想是利用电化学的方法 使这个导电橡胶 在通电跟不通电的时候 可以发生膨胀跟收缩 而造成机器人四肢的运动 好,还有 它也可以应用在我们太阳冷的开发 这样可以降低成本 还有提高太阳冷的利用效率 好,我们再举一个 这个导电塑胶 也可以被制成车窗的玻璃 因为这个导电塑胶薄膜 经过适当处理之后 比如通电 它可以从透明变成不透明 所以可以自动抵挡 强烈照射太阳光 我们看这一题 第一个可导电的塑胶结构如图所示 这是聚乙缺 它的单体是乙缺 答案A 聚乙缺是一种导电塑胶 可以利用参载的点或者钠 来提高它的导电性 而可以导电是因为它的结构里面 聚有共二双剑 什么叫共二双剑 就是有交替的单双剑 像株单剑双剑 单剑双剑这一种 在催化器的存在之下 可以将乙缺分子聚合成聚乙缺 在参查点之后导电度可以媲美淫 合者正确哦 它是一种加乘聚合 没有错 碳碳间以三剑见解 不是哦 双剑 我们看一下 以缺 N格分子 加乘聚合 变这样子 聚乙缺 吸 导电方式跟石墨相似 是用π电子来导电 没有错 再来猪 乙缺了碳原子的混成鬼域 E2 SP 聚乙缺是E2 SP2 混成鬼域不一样 跟乙吸 我看到乙吸这样子 E2 SP2 跟乙吸的碳原子混成鬼域一样 对 F是一种塑胶 对 好 G 发现了科学家 后来得到诺贝尔奖 对 物具有金属光泽 对 血缺 打 먹 到码 F water 银